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已经说了 现在让人感觉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好像就在眼前 一个晚上瑞士法郎宣布跟欧元脱钩 它就可以一下就跌了很多 现在欧元最高的是兑美元 是一个欧元是换1块7美元 现在到了1块1了 我是不懂经济 我再想请问您 就是说华尔街作为美国的金融中心 在这一波整个世界的金融动荡之中 是罪魁祸首 还是最后是稳定气 还是说未来的最主要的推手 其实我发现最近这一次啊 华尔街好像变成一个叫做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了 变成一个打手了 为什么 它先从石油能源的价格去下手 会跟华尔街有关 当然了 它这个trading 是 它这个trading 每一天的trading 纽约市场行情的石油价格 当时它的目标 我不是常常在讲吗 其实美国它在世界上它原有两个敌人 假想敌人 或者真的敌人 经济敌人就是中国 太大了嘛 它应该想尽办法把它产生 就是说把它这个竞争力 或者它这个rising power 削弱 或者剪一毛 剪一刀 另外一个它就是叫军事敌人 就是俄国 那很单纯 因为我想前不久大家看过那个叫NATO 不是从你开一个大会吗 对 北约大会 其实NATO已经将近十年没有什么运作 那但是冷战结束了嘛 和平了 冷战结束了嘛 欧洲没战争 对 而且俄国还参加这个NATO 变成一个观察员 对 还被邀请了 大家都非常友善 但你也晓得这个美国 就是说在中东战争打完 号称打完回来以后 其实又二度回去不是吗 伊拉克 对 这个一连串它产生就是说 其实是一个大伤延弃 完全没有面子 那是 起码你没达到目的嘛 对 所以它只好透过乌克兰在伊克兰 制造这么一个政变 就开始 你看 一夜之间把NATO的重要性提高 强迫所有会员国出钱要买军品 就是美国跟英国的 跟法国是三个国家 都会站在里面 你看 而且你去看当时那个照片 所有那个军用品的那些什么飞机炮弹 有没有 都是挂着美国那个Lucky Martin 就挂在那边 英国的哪一个公司就是挂在那边 然后他们的各国领导人就站在旁边照相 这变成一个商业的这种 就像那个叫CES那种展览会一样 知道吗 就什么电子 对对对 商品 商品会 所以我们总统欧巴马是最好的推销员 对 然后呢就强迫说 每个人要提高这个 就是你们美国国家的GDP 要占百分之多少要提高来缴来这个军备 美国一直对这个欧洲国家 在过去十几年降低军费开支非常不满 对 所以呢就用这个方式开始逼 然后你看产生不连一连串的冲突 本来好好的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这个冷战成本太高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消耗太大 只有靠这个情形 而且他们在世界上领导地位 也是因为伊拉克的阿富汗战争 打了变成灰头土脸回来 他只要透过NATO跟那个Ukraine 把他拉起来 那Ukraine也当时我们刚刚讲的 等一下会提到就是IMF的这些融资 会产生 所以为什么无形中也透过什么呢 透过货币战争 把俄国的经济一夜之间几乎打垮 还好中国很愿意支援他 俄国的 中国他是靠 美国是靠什么输出能源 来收回美元 所以他靠那个业员 在德州 在德州 在Nostakota 尽量给他压低价格 那个压低是透过什么 华尔街炒作 每天给你压 连续三个月 对吧 从100多块降到45块 从最高的110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跌法的了 每天去加入都比昨天还便宜 是不是 你我挺高兴 这个都是 但你也晓得也是一个无形中变成好像是一个跟白宫配合的一个策略 对吧 他打击的最大目标就是俄国 俄国确实很惨 对吧 那俄国现在其实间接像法国农产品了 所以就亚洲农产 欧洲农产品要输出给俄国的呢 也受到影响他们也吃不下了 对 你看昨天他们那个法国总统跟那个德国的那种 Prime Minister就去了 是 要想办法把它Sanktion提掉 不然的话床房受害了到了一个程度 因为制裁别人自己也受伤了 那种weapon去帮忙而已 那很多就开始质疑 那种这个武器还有分这个就是attack跟那个defense的嘛 今天来讲已经没有分了 当然了都是杀人的东西 对啊 所以 所以因为呢 他那个透过那种 所以货币有没有 无形中你看 把俄国一个之间真的是几乎叫跪下来一样 俄国很惨 非常惨 还好中国也确实愿意帮忙 那中国巴人也很单纯 也是地域这种积极平衡 战略平衡 需要 中国需要能源 俄国有能源嘛 对啊 他在军事上的一种战略平衡 所以无形中会牵动 所以你看造成中国到处去撒钱 现在没办法 那是 就那个中南美 你看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油价跌了 这个委内瑞拉总统跑到中国来说 他说我们货架都没东西了 再不给钱再不给东西 我们就过不去了 那美国一直针对就说 这个人民币到底要定交在哪里 也是一个他们的 因为中国现在握有美金 那个 4万亿 太多了 4万亿啊 对不对 所以你想他假如能够逼你升值到一个程度以后 你那个握有的没有什么价值 你国内成本 你国内成本一夜之间成就说提高太多 你没办法出口东西 没有人买了 你这产品世界上没有竞争力了 那么有些国家是升值好 有的国家是贬值好 从这一波来看贬值为多 没错 大厨在贬值 你看日币现在你都贬到125 因为他只有靠贬值才能把国内的产品 在世界上有竞争力 他们都是靠出口的 而且你想想这个世界 目前这个几个经济体系来讲 美国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系 中国独立经济体系 一个是民主 一个是一党专政 所以比较efficient在某方面来讲 对不对 国家策略 跟早年的共产制度不一样 对 还有就是欧洲共同市场 那根本是一个成本市场 太贵了 太乱了 而且这么多国家 谁也没 原来他们都是耍无赖的 对你看这个 这么一个德国 对吧 所以他们那个欧币呢 将来这种成长力非常有限 没有竞争力 每一个人扯后腿 那英国根本就没办法 那现在其他你说 那个北欧几个国家 有什么没有嘛 对 所以还是回到亚洲 每一个小亚洲都是一个小龙 都是有竞争力 都是有成长力 经济活力比较强 对 而且气候环境各方面 人民的那种勤奋性 都比世界其他个力好一点 所以现在我想中国它目前的策略 就是这么大资金 要成立就是说 AIIB有没有 还有一个break 它是想说取代 就是World Ban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怎么去变成也是一方的霸主一样了 对吧 所以为什么美国常常想说 欧洲待不下要去亚洲 也碰到铁板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货币目前变成 是一个无形的战争 但是真正有较量的力量 我看只有两个 人民币跟美元 你觉得欧元不具备 他那个成员太复杂 可是欧洲的像几个主要的经济体 像德国英国还是蛮有实力的 好 但是每一个都是主权国家 你在每个主权国家 有十个一起开会的时候 跟一个 就是中国 我一个一党的国家在开会 哪一个快啊 习近平一个人就说 好把500亿亿 给阿根廷 就借了 对 欧洲共产市长能这样吗 不行的 现在就一个 这个希腊 该不该减债 该不该什么都 我现在发现了 就是说中国要有很聪明的财政 这种人才出现 渐渐的就是说 可以取代美元 美元是靠当时 你说那个Brenton Woods 那个会议 透过IMF跟World Bank 还有其他地区的这种 Development Bank 把美元无形当中 渐渐推到变成世界货币 就是这个 是因为那几个结构产生的 好 IMF当时成立的目的就很单 就是说 事实上任何一个货币 都要有一个交易中心 就可以兑换 达到就是一个 Audery Exchange 就不会说我拿到人民 就到你其他国家不能用 好 他达到这个就是 有一个兑换中心 这是为了一个稳定 世界贸易的流通 World Bank当时是二次大战完 你也晓得吗 对 二次大战在接力后的这个产物 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去重建 都有他当时的初衷很好 可是我刚刚不是提过吗 但最近这个发展到现在呢 目前他那个股份的比例 没有办法反映今天经济的实力 对 像日本还是排了一个主要的 是 还反对中国争执 中国不得不才为 这边成立BRIC BRIC 就是我自己搞自己的了 对呀 所以像最近那个APEC的这种开会 你会发现 中共无形成在世界的地位 经济地位 把那个什么 欧巴马都放到旁边去 照相 我觉得这个国际上的照相技术 什么艺术还是 还没见 排队还是讲 有名堂了 对吧 他便排到边边去了 所以呢 中国有这个机会很好 但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财经人才出现 张律师 其实说他货币战争 也有人觉得有点危言俗听 但也有人说 这一次的货币 起码是一个货币大战 现在各国纷纷都在降息 中国前不久刚刚降了0.5% 起码效果来看 他认为市场上的资金会比较活跃一些 中国的这些生产厂商们会得到一些资金的资助 大概有将近多了1000亿 这样一个规模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 中国现在是贸易量世界第一 经济的总量世界第二 但是呢 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发言权几乎为0 没错 这和一个大国完全不相称 对 中国如何改建点 被政治化 所以才就去年还是前年吧 这个中国在巴西的时候 对 就成立了 就说正式把这个BIC有没有 把它正式化 BREAK 对不对 也把那个总部也定为上海 第一任没有说 你说的已经让给这个印度的这个 印度人做第一任总裁 对 这个很多原因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个凝聚力在里面 那很简单 中国就是要把自己的货币力量呢 来甚至取代美元 这个很难 目前来讲 他只要能够把自己的分量提高到 就是说变成国际货币 大家可以争相相信 采用的时候就很不错 现在中国的目前 目前已经达到第五位了 对 仅次于日本 就是流通量里来讲 已经远超过加拿大跟澳洲了 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不应该在上面的 本来就不是一个大的经济体 对吧 但是也让这么久才能够取代 为什么 因为过去因为政治体系不同 让人产生担忧 所以呢 我觉得西门最近他就说在提倡司法 给他功效 发扬光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 同时呢 因为国际上很多所有的纠纷都是靠仲裁 所以我觉得 中国最重要的在 不是在司法目前来讲 在仲裁体系 跨国仲裁体系能够做到世界一流的话 那所有的这种世界交易就跟那个货币就没有问题就来了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你在那能够合理合法的 对 公平的 世界标准的这种仲裁体系建立出来 对吧 那大家还有什么担心的 有问题我们可以找到 交易成本降低 纠纷成本降低 而且可信度增加品质增加 为什么大家不敢不来呢 那是 当然指定人民币又怎么样 所以与其这样每次 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到一个是资金市场 一个是货币的力量 还有一个是仲裁体系 这三个是不可或缺的了 嗯 才能够打造一个 就是说能够运转 不单单在国内通常 国际也有可信度就进来了 对吧 你想我去大陆说 万一这个仲裁体系不好怎么办 那是 就不去了 那当然了 连本都没有了 对啊 你本都会不会都会没有 不过这个中国的 不过您说到点上了 其实中国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中国政府其实有推行了很多年了 现在它搞的叫做离岸人民币结算 有啊 法国 对 英国 英国 现在都有 包括新加坡 包括香港 甚至包括台湾 这种离岸的结算 比如像在这一次 就是去年 英国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 中国跟英国谈定的一个人民币的结算 是六千亿 这样一个规模 也就是说 这六千亿 如果是在英国伦敦的资金市场 这个钱是可以直接投资中国的金融产品的 这对中国一步一步的国际化 是不是有道理 是不是有帮助 当然了 就像当年日本 他可以去欧洲 可以去美国发行叫做Samurai Bonds OK 就是那个叫做五四的那种债券 或是各种名堂的 就是靠他们的经济实力输出实力 所以那时候日元很有可信度 他可以发行 以日元指定的债券 人家还是买 那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做的 就是透过消费大众 不是中国的那个debit card 这一次因为美国三选这个俄国 俄国很多金融机构是采用大陆的 那个debit card跟那个credit card系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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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啊 透过消费大众有没有 然后透过中国的银行跟世界各主要银行 产生一个结枚关系 那你消费 无形中也是把人民币建立起来了 透过消费者旅游旅客 所以可以透过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企业跟企业的关系 还有就是consumers 所以我说刚刚一再提醒 希望这中国有这些人才 财经人才 金融人才 司法人才 来想一套很 为什么 现在这个转捩点 因为科技的发达 因为印度也一直在想强力赶上 那是 你把握 不然人家就抢不来了 而且现在具备形成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和条件的地区和国家来讲 应该说现在也是趋之可数 中国是赶在了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上海 上海特别是 其实这一次我 他已经起在香港了 对我前一段时间我采访过这个上海的这个 桥办的一个副主任 他特别提到 他说现在上海权力推动的这个叫做上海自贸区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让中国的金融法令法规跟国际上同步接轨 把很多有必要的一些金融的规范 在中国逐渐逐渐的开始跟世界上同步起来 当然这不是个简单的过程 法规比较难在中国 你也晓得 那是 关键在执行力 跨国的这样一个商业合约跟商业仲裁就解决 为什么通过法律 这个叫很难的了 没那么容易的了 看来看来这个中国的 但是我做过很多跨国仲裁 我很清楚 是吧 你去到印尼你怎么去叫改法律 这太难了 那是不可能的 就透过一个 一个arbitration system建立后 你就可以做生意了 难道你要去印尼国会交易 通过这个法案吗 不可能吧 其实通过一个仲裁 问题就是仲裁的这个机构的权威性和他的执行力 恐怕这个国家是有必要要相应的做一些工作了 非常重要 比司法现在的这种公正还重要 现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因为是带动资金 对呀 带动投资 对不对 而且你国家形象和信息 甚至还带动外国资金进来 还可以把剩余的人民币放出去 国际化 怎么不行 对呀 而且现在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这个是多角度的了 一个是国与国政府之间 企业之间 消费老百姓之间 其实我也注意到国内一些报道 其实中国现在在跟东盟搞这个叫做十加三 十加一 或者十加六 这样一个自贸区 RCEP 这个东西 其实现在呢 虽然没有公开的行为 现在在很多国家 像柬埔寨 老挝 越南 一些国家 人民币是流行的 是流通的 也就是说现在当地的很多商人说 这是另外一个思路是吧 我与其我持有美元 我不是直接持有人民币 你来买东西 我找你钱就找给你人民币 和我买你东西 我赶紧直接拿人民币付款 你买我的 你付我人民币 我保持人民币 等我买你的时候呢 我直接拿人民币给你付款 没有中间第二个货币可以交易 起码我省了货币之间的交易成本 没有错 那个汇兑的成本 对呀 这个汇兑成本蛮高的 你看现在中国跟美国 跟其他人做生意 第一个 先要把货物 又把人民币价值 先换成美元价值 然后再把美元价值 然后到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 还把他的货币 换成他的当地价值 挑着那个汇兑点 就是对消费者最不利的时候 你又出国旅行过吧 对呀 大家都是这样 什么汇兑就是特别烂烂的 所以大家有时候开玩笑 所以我跟那些朋友聊天 我说 我说与其你们在这儿 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或者在中国银行 把美元换成人民币 我说你不用了 我说你还不如直接 在中国去刷美国的卡 你让City Bank跟中国银行 他们去deal这个汇率 反而比你省事的多 对呀 你还别说 我用City Bank的卡也好 用Chase的卡也好 汇率就是要比你 直接到人民币去买人民币 要好核算的多 所以看来就是说 这个汇率应该说 当然对我们可能几千几万美元 可能不是大宗的那么感觉 可是如果一个石油交易 几十亿几百个亿 甚至上千个亿 这种交易 这些交易成本 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profit 去年 就是中国跟俄国 不是签了一个最大的 好像好几个几十个billion的 对 天然气合约 对吧 对 380billion 不用美元 第一次冲着他们来的 对吧 是 他们决定是用两国自己的货币进行对话 对 你看这个省掉很多交易成本 但是有一点 当这个问题在这 很多国像卢布 卢布会随着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 在上下浮动 人民币也有可能会浮动 这个时候在交易的时候 大家之所以用美元 认为美元是相对稳定的 我想俄国跟大陆的交易 不单单是经济的考量 对 他要政治 还有军事 政治 区域的那种 有没有 加强自己的 所谓地缘政治 就是话语前 我在跟你美国讲话 其实我后面还有一个partner 对不对 是 所以那个价值还是值得了 所以为什么俄国 就大陆愿意去支持他那个路纷 他其他的价值更大 你说在这 所以为什么我说一个政治人物 靠很多智慧 不是我去打算盘主文明 也就是说是其他的考量 军事考量 也就是说 其实美国已经把美元 作为了一个战略资本 在使用 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 无形中形成了 所以中国也可以起而效仿 也把人民币 作为一个战略资源来使用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张文亮律师 谢谢您 谢谢 我们也感谢我们观众 和听众朋友收看和收听 谢谢大家